会拍练习的三个坑 我们业余爱好者一定要避开的三个坑 首先就是小臂手腕发力 我们一说小臂手腕发力 最后就会变成 只做这一点 我们不能这样 我们一定要完整架拍 整体专体发力 一定要轮大臂 对于业余爱好者来说 动作小这件事情并不是说给你听的 而是说给专业的人听的 对于大部分业余爱好者来说 最重要的任务是把动作做完整 和做充分 所以说一定要轮大臂 一定要轮起来 第二个坑就是要克服这个顶肘动作 因为我们的这个顶肘动作 一形成习惯 就会做成这种头揽手 头揽手的状态 所以说肘关节始终要留在后面 始终要留在后面 然后整体发力 只要你是整体发力 你肘关节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第三个坑是不要泄力 泄力这种伪概念 我们从小到大从来都没有教练教过 所以一旦你做成这种 一定要这样的 你到时候你自己就受到这个动作的影响 肘关节在这里有一个很大的扭转 所以说越泄力越受伤 我们就正拍面 然后出去 自然的到左边来就行了 所以泄力动作反而是一个 使肘关节过度扭转的受伤动作 所以我们一定要避开这个坑 感谢观看